最近吵得很兇 高雄的大港開唱 明年要停辦了 都不唱了 都不唱了 對 我們看到了 包括從總統開始行政院 文化部長 一直到什麼文化局長 議員什麼全部都來 全部都跳出來講說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大港開唱的藝術價值 比一晚兩億的夢想家 還要來得高 不得了了 會帶來超過兩億元的 發大財機會 瓜吉也這樣說 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他在上台開黃腔罵髒話 很多人都看不過去 就說你是不是你這樣對嗎 要不要道歉 但瓜吉立刻在臉書上也很嗆 我死都不道歉 我瓜吉就算餓死死路邊 也不會跟你們說一句道歉 同時對於這些開黃腔罵髒話 種種 我們看到文化部長 前文化部長鄭立軍說 藝術應該要超越藍綠 少一點政治考量 多一份對藝術的文化支持 所以罵髒話對他們來講是文化 當然不是文化 髒話怎麼會是文化 我請大家尊重一下 在我們國家裡面 許多為文化藝術工作的人 請你們尊重他們 如果你把這些人講髒話 代表是我們必須要尊重的文化 而且補助這麼多的錢 還幫他們講話 你就是羞辱在台灣所有 從事文化藝術的工作者 包括前輩 包括所有的人 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拜託 民進黨你們這些從政的人 請問你們想想看 你們也是父母 你們將來也會做阿公阿嬤 你們也會有兒子跟孫子 孫女兒 你希望他們跟這些人學嗎 你希望你的子孫 都是做這樣的文化人嗎 或者被這些文化人迫害嗎 拿出你的良心出來 你們才是在搞藍綠的 你們才是搞仇恨 你們把所有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通通羞辱了 請你們可以了 可以停止了 我們看到這個鄭立軍 他特別講說這個是藝術 這是文化 但是我們要請一下洪威議員 其實你長期在關心教育 這樣如果小朋友的話 去看大港開唱 然後你發現裡面 偷渡了很多政治的意識 甚至很多的髒話 但他不是說藝術表演好了 有時候當然你說很Rock的時候 講一點粗俗的話 那可能是帶動現場氣氛 可是有時候他其實是在 針對某一個人 或是某一個政黨在標出話 這個是兩者可以相提並論嗎 其實這分好幾個層次 其實像音樂祭 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其實都有在舉辦 比如像周縣長在台北縣的時候 共聊音樂祭 共聊音樂祭 對 也是台灣非常重要的 一個音樂慶典活動 這裡面大家會很High 甚至穿著比基尼 或者有的人 甚至也會喝酒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一個 這麼High的一個音樂的活動上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可以去想像 但是大感開場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爭議事件 後來再有一些影片的流出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音樂祭 裡面參與的人真的用 我真的引用 蘇貞昌所講的 這樣粗俗不堪 整個在講其實都是逼逼逼 而且裡面充滿了性別的歧視 比如說剛剛講到像瓜吉 他也是我們選區台北市的議員 他也講到逼這一個字 然後我只逼女的 我作為一個女性 尤其她本身 應該她不算音樂人 她是一個政治人 我願意已經當議員了 也許你過去是網紅 但是你講到一個 但她後來自己有去做一些修正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你的暗示也好 或要傳達的訊息 給這麼多崇拜你的年輕人 沒有錯 在下面 不大會有什麼小學生在下面說 你不要講什麼寵壞小孩子 什麼教壞小孩子 因為他們都是年輕人 但是你讓現場的年輕人 你要傳達給他什麼樣的觀念 這麼嚴重的性別歧視嗎 還有一個 也就是你在現場裡面 事實上對某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他們對高雄市是極盡批評之能事 裡面的人講說 甚至高雄的這些代言人 包含冰冰姐 白冰冰 也對他有很羞辱性的言論 然後再講說愛情的代言人 窮瑤 你在那邊你要帶嗨氣氛 你為了要黑韓國瑜 你也為了要黑高雄市 連高雄市的代言人 你通通黑下去了 所以君君講得很好 那個影片裡面 那個女主持人就說 你今天你充滿了 這麼嚴重的一個意識形態 你為了要黑一個政治人物 你從這個政治人物 到高雄市的相關的這些政策 幫高雄市幫忙的 像他這些代言人 事實上沒有拿一毛錢來幫高雄 也通通被你罵進去了 所以這裡面 你是純粹音樂嗎 你是純粹藝術嗎 你是純粹超越藍綠嗎 所以民進黨這些人 你們不要再假聲 竟然還告訴我們講說 這個大港開場 是藝術價值超越藍綠 如果你聽到現場的人 談到政治的時候 是這樣偏頗 是這麼針對性 甚至是去抹黑 扭曲某些政治人物 我直接說就是黑韓國瑜 這就是黑韓音樂禁 如果當他變成黑韓音樂禁的時候 你還告訴我他是超越藍綠 你們是睜眼說瞎話吧 我來補充一下 我覺得其實大港開唱 從2005年開辦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點變質了 大家知道說其實 連大港開唱這四個字 也不是屬於我們高雄市的 他是主辦 一開始主辦的時候山林 這個初日音樂 就去登記註冊了 所以但是想到大港 大船入港 大港 其實一想到就是我們高雄 但是他們去註冊了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過去這麼多年來 文化部都有補助給高雄市政府 來辦這個海洋級流行音樂禁 都是上千萬的預算 然後這裡面 又補助給這個初日音樂 都是600萬到1000萬的預算 那在這種情況下 一個市議員為什麼不能夠監督 一個民意代表為什麼不能監督 但是他們現在的講法就是說 因為在查水表 所以他們就不辦了 可是坦白講 今天你要舉辦這樣子的東西 你又收費 又賣門票 你又賣門票 你這樣子 大家知道說 如果說其實政府 如果要補助一個活動的話 其實補助的金額 應該是整個活動金額 不能超過一半以上 那我要問一下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來 如果說你都有在收門票 你又有在得到這麼多的補助 到底你賺到多少錢 然後到底高雄市政府 在陳菊執政的時候 文化局到底你指定給初日音樂 來做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利益輸送的問題 更不要講說 這麼多的團體 音樂團體在表演裡面 有多少是來自於我們高雄 或者南部地區的音樂團體 如果你邀請的 都是北部來的 閃鈴或者是其他樂團 其實坦白講 對我們南部的 我們的音樂家 我們的藝術工作者來講 有多大的幫助 所以我想這整個事情看起來 當然是需要檢討的 更不要講說在舞台上 你做這樣子不好的這種 粗俗的表演 這其實大派已經大小了 我說我覺得這種事情 應該要適可而止 大港開唱 如果說你初日音樂 你去註冊了 那歡迎 我們也就是 我們下次換另外一個方式 來舉辦一個更符合 文化藝術表演的東西 所以好像都只要出 我們就是不送了 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去找 既然有這麼多問題 但是我們文化部長 還可以說是藝術 我還能說什麼 只能說民黨政府很有創意 多有創意 你有綠營的台灣價值的話 現在你看說 現在正在被關起來的 你可以當講師了 這個可能在直播裡面 也要很多的出話 現在是形象大使 是全運會的代言人 我們先叫一下村長 因為一個是桃園市 桃園真的很有創意 對 邀的 一個是桃園行銷全運會 我想如果說 我們的前文化部長 是這麼說的話 如果說大港開唱 是屬於一個文化的話 我們是不是 我們沒關係 可不可以把呱吉的 這個在影片中的表演 在我們節目中播出 但是保證NCC不能開罰 如果NCC開罰 那表示這個 這代表什麼文化 在台上表演 然後你看他們喝酒是這樣子 直接在台上喝酒 然後直接就是這樣子 羞辱一個市長 那你再看館長 館長他直接你可以看他的 他甚至就是有一個 剪接成唱歌的那個片子 神曲 館長神曲 從頭到尾就是吳志斤 滿嘴髒話 吳志斤 館長只能用筆的 只能用筆的 這直播節目 你一定會被NCC划 那你看 這個他是我們的全運會的 形象代言人 他也不是我們桃園的體育選手 我們桃園多的是奧運金牌 結果他找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網紅 再來就是連簽譯 連簽譯他的爭議不是第一次而已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警政署之前沒辦 之前網紅還比較嚴重 因為他實在是比我們侦察隊更厲害 你知道嗎 有人在他版面上這個 就是亂留言 他就肉收 把他抓出來以後 直播就要把整桌的漢堡必須吃完 這個警察局 我們的司法單位都沒介入 其實這個才嚴重 之後你看 後來他又嗆了幫派的老大 結果後來被人家到 重慶南路那邊去放大龍炮 然後拿一大堆人在那邊敲棍子 當時台北的警政署署長 怎麼沒有出來講一句話 結果現在他是我們桃園 青年事務局講師 對 傳授成功經驗的講師 館長是我們的形象代言人 這世界亂了套 這世界亂了套 好 廣告之後 我們回來繼續來討論 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這個國家是怎麼了 開黃腔的大廣廣開唱 這個文化部長說是藝術 好 那麼現在鬧出一連串的 暴力事件的直播主連簽譯 居然被桃園市的青年局 邀請去當講師 更別說之前也是滿口五字經 六字經的館長 還曾經行銷桃園全運會 所以豐哥 怎麼了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我看到就是說大港開唱 竟然是藝術超越藍綠 我看到超越藍綠 這四個字本來要素然起敬 為什麼 因為我們無色覺醒 就一直在強調 台灣要停止藍綠 惡鬥 所以要超越藍綠 可是我們發現這些政治人物 尤其是執政者 現在的執政者把超越藍綠 四個字濫用扭曲 而且無限下限 這個無限下限的結果 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可以看到大港開唱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開唱 他是把人的器官 人的生殖器拿來消費 拿來那邊亂講 我們在講我們平常 不管是三字經 五字經 我們在情緒上來的時候 極少極少的情況 一天 一千多分鐘 一天 一千四百多分鐘裡面 我們有多少時間在講這種 有關器官或者是三字經 五字經 我想有休養的人 應該是盡量壓制到零的狀態 可是如果大港開唱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他是在讓年輕人 完全曝露在這個環境裡面 這是一個多可怕的 而且我覺得像 鄭裕軍這樣的文化部長 這樣的一個層級 他就應該提倡一個比較 高尚的一個文化 如果是這樣下來無限下限的話 我非常擔心政黨輪替 如果說沒有政黨輪替 如果是蔡英文繼續連任的話 未來的教育部長 會不會是館長 會不會是連千億 當我們的文化部長 我們為止 我們的文化部長 會不會是 我們會怎麼問